俗话说人过五代另起坟 方过三代逼走人 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句俗语 究竟有何不为人知的风水汉意呢 众所周知 在千百年的中华文化传承过程中 宗族亲缘关系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尤为重视 不管是埋葬着祖祖辈辈的坟主 还是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 对于族人亲属而言都是不一样的存在 然而民间俗语中 却有着人过五代另起坟 方过三代逼走人 如此言论背后 究竟有着什么特殊的讲究与说法呢 定期千坟换屋的背后 究竟有着何种道理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句 流传了千百年的俗语 通常人们安葬逝去的先辈 都讲究一个入土为安和落叶归根 选择在一个固定的风水宝地 逢年过节进行祭奠 祈求先辈在天之灵 庇佑后代的子孙 可以使得家族能够长久的传承下去 但是这种家族内部的情感必有 通常只限于五福之内 那你知道什么叫五福吗 古代的福指的是福是天子的意思 也指民间五种 以宗亲关系的远近亲属为依据的丧福 其中最轻的称为麻 最重的称为衰 关于五福的说法有多种多样 不过在农村人口中的五福 则是指五倍人 就是以父宗为重的 由父亲家族组成的中国古代社会体系 俗话说五福之内为亲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从自己这一辈开始往上推算 以此是父亲 祖父 曾祖父和高祖父 这五代人便是五福之内的同祖宗亲 如果随着子孙的不断延续和发展 恰好从自己这一辈开始 不在这五福之内了 这也就说明 此时的血缘关系 已经越来越淡薄了 而自己也就成为了同祖旁亲了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年轻人为了谋求各自的发展与生活 大部分人都因追求血液和事业远走他乡了 很多人对之前祖坟的位置已经不了解 光年过节也不会专门进行击败 另外 立祖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为自己寻找事和埋葬的目的 躲避那些会让家族衰败的事物 这就是人过五代令起坟说法的美好祝愿 以为家族人丁兴旺 积业永存 俗话说的房过三代必走人是什么意思呢 其中暗含了一句很重要的风水学哲理 却被现代人认为是封建迷信 为何房子住过了三代人 就需要搬家或者重新修建一个新房子呢 其实这也是处于对风水和安全性的考虑 过去的房子都非常简陋 几乎都是由草木和泥土混合大建而成 要么是土墙瓦顶 要么就是土墙草顶 并不能达到现代钢筋混凝土的稳定结果 而一代人的成长大概需要二三十年 三代人住同一间房子 就需要保证房子屹立百年而不倒塌 这对建筑技术普遍低下的古人来讲 是非常不容易的 因此房子很少能坚持百年而不损坏 而房子的质量也就成为了 一个能否住过三代人的必要条件 其次古代人的抗灾意识和能力都比较不容 房屋的使用年限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般长久 尤其是南方依水而建的房屋 每隔一段时间 房屋由于抵抗了几次泥石流 地震 山火等自然灾害后 受潮湿气候等天灾人火的影响 房屋会加速老化 很容易倒塌 出现事故 若是始终居住在同一房屋内 便会给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除此之外 古代讲求多子多福 虽然经常有四十通堂的美化 但是每家底出数出的子嗣 在年幼时 年上能同大人挤一挤 但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 几代人住在老宅里 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多 因此需要分家或者是更换房屋 原本狭小的房屋 也就不适合继续驱住了 最后一点同样至关重要 古人也十分看重风水 在建造房屋的过程中 他们通常会考察风水宝地进行搬迁 俗话说风水轮流转 也就是说好的风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当家中房屋已经住过三代人后 受阴阳五行天干地质的种种影响 地基的风水也很可能发生变动 所以经常搬家 也是因为兴奉风水喧血 不仅仅是出于对自己建筑技术的考虑 和对于安全隐患的担忧 所幸在经过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后 生活条件正在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追求更加优越的生活条件的同时 那些农村里的老房子 也在进行着主人的更新 为什么农村老人说除了五福不是亲戚 同样是参加葬礼的人 有的人披麻戴笑 有的人却是头上缠白布呢 这时候不得不提农村流行的 五福丧福制度了 在我老家的农村办丧事时 参加葬礼的人 有的会身上穿着一身白色衣服 戴着白色的帽子 称为笑衣笑帽 进行披麻戴笑 但有的人却只是头上缠着白布 却没有穿笑衣 还有的手腕上戴着红布条 那位和同样是参加葬礼的人 却有不同的打扮 五福与古人的丧葬习惯 和丧葬文化有关 最早之所以穿丧服 是因为古人害怕 祖先死后的灵魂会祸及生者 会将有过错的子孙的魂魄勾走 为了逃脱这种惩罚和灾难 于是他们就穿上了笑衣 让死者灵魂认不出来 从而逃脱这种可能的灾祸和惩罚 到了春秋时期 这便成为了一种丧礼制 五福开始指五种有不同颜色和布料的校服 以血缘关系的亲疏为基础划分 与去世知人同辈或者是外亲 穿白色校服 玄孙辈穿黄布校服 穿红布的则是直戏玄孙 不仅如此 成年人头上还要配上丧布改成的草菇 子女儿媳也要深披麻布 显示出与逝者最直接的亲疏关系 这便是披麻带孝的优伦 还有一种说法 校服是有等级的 很粗的麻布制作成两层的 是转催服 是为父母 祖父母 曾祖父母穿的 乃是五等丧服中的最高等级 一脚不缝编 不小七十三年 其次是需要缝一编的 姿催服 一般是曾孙为曾祖父母穿的 为期为五个月的服丧 或是为祖父母为期一年的服丧 以及玄孙为高祖父母为期三个月的服丧 第三等则是堂兄弟之间 服期为九个月的大工 第四等是曾孙为曾祖父母所穿的 服期是五个月的小工 最后一等就是 玄孙为高祖父母服的三个月的丝麻 同时丝麻的质地也是五种丧服中最精细的 而所谓的处五服就是说 如果与逝者的关系不在五服之内 那么就可以不再为其服葬 好了 今天的国际文化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